记者黄美朱新浦报道,新竹县新浦正宫有第一零售市场号称超过百年历史,这个传统老市场却首度一口气修饰超过一周明17日才将全面重新开市。 原来施工所为了改善整个传统市场的购物环境,提升公共卫生品质,刻意利用清明节后修饰期间,协调摊商和相亲共同配合多放假,以迅速施工改善部分区域的排水和铺面。 镇长林宝录直言,新浦市场是一百多年来该镇相亲的好邻居和帮手,大家每天开门少不得上市场才买烹煮一日三餐,因为老所以具有观光潜力,他规划要让他转做观光市场,因此改善传统市场的排水,减少预计臭味,地面铺面的防滑改善都是必要的工作,但是要让他一次闭门借客约一周,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,但是他们办到了。原来他们把握清明节这类年节大日之后,市场会修饰几天的惯例,经与摊商们协调,让包商先进场,就部分区域先施工,预计下一波在短五节后的修饰期间再完成其他区域,用分歧施工的方式,达到前述改善公共购物卫生环境的理想。 眼见相关工程都已经做好了,今天尽管传统市场修饰,但仍有摊商忍不住抢先复试,相信也乐得可以重新逛市场。 林宝露则带着秘书张明耀,市场管理人黄建成到场勘察最后的收尾工作执行进度汉壮。 矿,特别督促包商务必就原来摊商自制,划分的各位做好划线赴旧,这样今天凌晨摊商们重回市场可以一如往期,竟然有序地迅速开市。 林宝露说,这个百年老市场曾一度因使用分区不符规定面临拆除搬迁的命运,索性在县府和中央支持下。 他去年用展案检讨变更,成功替这个老市场取得合法地位。 由于历史太久,建物难免老旧,实际经初步检测,五栋市场建物有四栋的耐震系数不符合规定。 现在正申请详评中,一旦详评结果出炉就会争取经费施工补偿,完成后再办理消防安检,以确认这个老市场未来在公共使用的安全上没有后顾之忧。